作文一百分,登了报 我有个外孙子不错 作文一百分,登了报 一百分 作文一百分,登了报 他这文科好,这天才呀,这书一日 他喜欢读书,记忆的也很好 当时那篇文章,我也是喜欢看书的 他个别的典故,我都不知道 我质问啊,学习还可以的 是啊,您这位好,老一代清华大学生啊 他写那篇作文来讲,您觉得有什么特点吗 他上报的 古今中外,他举了好多的典故的例子 在那个作文的叙述里头 就是说学的比较广 对 那怎么给他教育出来 这种爱好读书呢 他自己喜欢读书 反正这个念没有特殊的教育 沿川深调 我们平常看画,教王 他画画的很好 有时在课堂上 也不是说耽误来教育 在课堂上,并不装心听讲 自己画画 哦 结果我老爸 就给他的那个 班主任就提意见了 你怎么不管我的外孙子呢 结果那个 班主任说 他半个耳朵听都够了 就说他比较聪明 他知道他 他爱干什么干什么 他说他有一个耳朵听就行 他大学的那篇作文呢 帮子上登了以后 我也看了 我按讲 我也有一定的 中文的水平 是 结果 国别典故 我都 不知道 他用的典故挺多的 哦 好